第443章激战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龙尘体内升腾而起 恐怖的气浪不停地冲刷住天地 如同一头绝世凶兽彻底觉醒了 自从凝聚出玉恒星之后 还没真正地使用出过双星之力 就让你们看看我龙尘真正的实力吧 龙尘心中一声冷哼 足下风俯星全力运转 而右手内的玉恒星 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运转 当两颗星一正一反运转后 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 注入龙尘的身体 在龙尘的体内交汇 这是龙尘最近才摸索出 二星合并的一个方法 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 进入龙尘体内后 在龙尘体内形成了一个狂暴的漩涡 就像是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 充满了毁天灭地的力量 轰轰轰 龙尘脚下的大地不停地崩碎 无尽的力量如同江河倒流 直冲天际 龙尘衣衫浮动 长发飞舞 宛若魔神觉醒 这股力量 好恐怖 谁也没想到 龙尘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底牌 那些眼道者级的强者 纷纷向后击退 虽然现在战斗还没开始 可是他们感觉到了 在龙尘的那股力量面前 他们就像蝼蚁一般 稍有不慎 恐怕就会被鱼波碾碎成粉 就连尹罗等绝世强者 也是瞳孔一缩 龙尘虽然还没有进入忌骨境 可是他展现的力量 已经令他们感到呼吸不畅 龙尘就像是一个怪物 他的一举一动 无不再颠覆着所有人的认知 无时无刻不再打破 这个世界的规矩 轰 一声暴响 龙尘周身的烟尘散去 那狂暴的气息瞬间消失 可是人们感到更加恐怖了 因为现在的龙尘 已经把所有狂暴的力量 都集中在了体内 没有一丝外泄 老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孤然等人不禁一脸 恶然地看住龙尘 这几个月来 他们与龙尘朝夕相处 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大家炼丹 自己的修行时间非常少 也从未见他出手过 龙尘就像是一个名一样的人 即使天天守在龙尘身边 依旧没人知道龙尘的深浅 孟奇等人望着那个犹如战神附体 辟腻万古的身影 美目之中充满了骄傲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时代 实力就是最大的魅力 无人能够抵挡这种魅力 强者永远都是被崇拜的对象 看起来很不错 气势很强大 不过可别是花架子啊 那样会让我很失望 寒天宇一开始也被吓了一跳 能够以一经进 爆发出这么恐怖的力量 这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他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 所以话语依旧轻松 放心吧 我龙尘从未让任何人失望过 龙尘脸上浮现一抹满意的笑容 双心汇聚的力量 让他自己都感到兴奋 这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 实在太好了 看来你准备好了 既然你还要继续装你的君子 那么我来了 龙尘陡然间足下一动 大地暴碎 人已经瞬间出现到了百丈之外 韩天宇的身前 速度之快 宛若顺移 一刀划破虚空 向韩天宇斩落 好快 人们心头一颤 就连那些至尊级强者 都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因为他没看到龙尘是怎么出去的 这要是他们对上了 恐怕没等反应过来 就被一刀砍死了 眼见龙尘到来 韩天宇脸上收起了之前的不屑 长剑一阵 空间发出一阵轰鸣 长剑之上光芒亮起 发出一声轻盈 宛若复活 对驻龙尘斩来 砰 血色长刀与韩天宇的长剑撞击在一起 令所有人面色一变 一些修为较低的人 直接被镇破了骨膜 鲜血从耳中流出 不好 忽然有人发出一声惊呼 一股恐怖的威压 如同星辰暴碎 一道涟漪向四周扩散 人们急忙再次飞奔 而那些动作稍慢的人 发出一声惨叫之后 竟然被那道涟漪吞噬 直接被镇成肉末 就连尹罗 血乌鸦等那些强者 都撑不住了 不得不一边抵挡那恐怖的渔波 一边向后退去 直退出千丈开外 才停下脚步 当所有人退到了安全距离后 龙尘那边与韩天宇 已经激战了百玉招 刀影如浪 剑气冲销 两人疯狂的猛攻 人们竟然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只见漫天的刀影与剑气 太恐怖了 这就是爵士强者的真正实力吗 一个自视甚高的至尊级强者 不禁感慨道 虽然与韩天宇等人 同样被称为至尊 他也是一个极为自负的强者 在宗门之中 是最顶级的存在 可是见眼前两人 如此恐怖的战斗 这种强度的攻击 就算是他使出全力 都未必能够接的下一招 实在让人心灰意冷 为什么同在断骨镜 可是战力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而那些眼道者们 心情更加沮丧 这种强度的战斗 别说是参与了 他们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 都被直接镇成鸡粉了 对于那些普通的核心弟子 是唯一没有感慨的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这样的战斗 他们只需要仰视 而且还需要躲得远远地去仰视 离得略微近了 就连仰视的机会都没有了 每次看老大战斗 都感觉热血沸腾 新潮澎湃 果然紧紧地握着拳头 一脸兴奋 恨不得也冲杀出去 果然的话 让谷阳等人非常的认可 龙臣每次战斗 都是那么狂暴 热血 让人新潮澎湃 因为龙臣的每一招 都充满了一往无前的气概 超越了生死的束缚 那是一种道的极致 可以让人从心底生出共鸣 尤其龙臣的那种永汉 和那永远平静如水的眼神 无畏无惧 无死无生 招招很烂 力求一刀必杀 默念 花必落 郑文龙三个爵士强者 也不得不承认 龙臣的战斗风格 确实彪悍 最为恐怖的是 龙臣那强大的意志 和他一往无前的决心 三人都是爵士强者 都能够感应得出 龙臣最为强大的 就是他的意志 无人可以在意志上 压迫他一丝一毫 这笔买卖算是赚了 郑文龙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那是当然 郑兄你真的是太精明了 头子我老大 你绝对会赚得盆满钵满 对了 咱们华云宗还招人不 小弟也想去试试 果然一脸谄笑道 果然 你个叛徒 你想要判出别人吗 唐婉儿一脸鄙的道 嗨嗨 严重了 嫂子您这话 我可承担不起 果然尴尬地咳嗽一下道 郑文龙笑道 确实严重了 跟我们华云宗合作 并不需要加入华云宗 大家都是买卖人 都是本著互惠互利 平等自愿的原则合作 有好处大家赚 见郑文龙给自己解围 果然不禁心生感激 伸手对郑文龙一笔大拇指 郑兄真是高明 实在让人佩服 不过有一点小弟不解 你真的如此大胆 将自己的一切 都压在我们老大身上 不光是果然不解 就连默念荷花碧落 也有些怀疑 虽然跟他们站在一起 但是心里一直有些提防 不过龙臣既然答应跟他合作 默念荷花碧落也不好说什么 此时龙臣跟寒天羽杀得难分难解 短时间内不会分出胜负 钱翠也翘起耳朵听听 郑文龙微微一笑 看住众人道 还是那句话 很多人都不了解我们华云中的弟子 尤其是我们的行为处事 我们是商人 决定商人死活的是商机 如果连商机都发现不了 那不能算是商人 说到商机 就要提到投资 既然有投资 就自然有风险 而风险越大 回报就越高 而商人最自信的 就是自己的眼力 同样跟修行一样 既然相信 就会一往无前地去闯 我们信仰财富之神 我们修行的是商道 龙臣之前也说过 天道所归 万法相随 那是一句治理名言 可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一点更加证明 我的投资 绝对不会错 车远了 我们华云东弟子的道心 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坚信财富 可以让我们走向 武道的巅峰 果然忽然动龙道 老大也跟我说过 只要我坚信的 我的住气知道 让他成为我的信仰 只要我的道心坚定 那么一样 可以走到巅峰 原来跟你们的原理 是共同的 郑文龙点头道 龙臣说的没错 修行最为艰难的 就是道心坚定 因为修行之中 我们会被打击 会迷茫 会失落 会生出无数种负面情绪 会影响我们的道心 道心一崩 就像车前无路 舟前无水 失去了方向 就别想再前进了 伤道是我们的信仰 眼光是我们最自信的武器 我们从不怀疑自己的眼睛 因为一旦怀疑了 我们的道心就废了 我们的武道也就废了 既然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看到了巨大的利润 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 默念荷花碧露等人 这才明白 华云中弟子的信仰 虽然有些不理解 不过依旧对他们这些人 充满了敬佩 天下万道 殊途同归 华云宗靠商道 屹立无数年不倒 绝对有他的底蕴 太多人不理解他们 以为他们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都大错特错了 人生最大的投资 不论投资在什么东西上 那样得到的利润终究有限 而投资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他带点你的东西 是你无法想象的 郑文龙若有所指的孝道 花碧露方星巨震 郑文龙这是在点醒他 他跟龙臣的合作 不就是一笔交易吗 同样属于商道 轰 众人说话之际 龙臣和韩天宇又一次惊天对撞 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第444章 《九文报》弃绝 只见龙臣与韩天宇分开了 搁着百丈距离对视柱 龙臣血色长刀 抗在肩膀上 冷冷地道 我说过 你改良的剑道 不过是垃圾 让你的攻击达不到极致 防御也不过是半吊子 剑道流传了千万年岁月 剑修一直屹立于修行者的巅峰 就凭你那点小聪明 也妄图改变 自创一道 不是我看不起你 而是我真的看不起你 一个只喜欢背地里玩心思 尚不得台面的家伙 是绝对无法成功的 龙臣的话 让所有人强者吃了一惊 之前两人对战 气势惊天 不过那些顶级强者 都看得清清楚楚 龙臣来来回回 就是那么几招 却将韩天宇逼的手忙脚乱 任由他如何变招 可是一直颁不回烈士 这不得不让别人 质疑他自创的剑道了 龙臣说的没错 剑修者被称为攻击最强的修行者 但是也只存在于攻击 防御是他的致命伤 多少年来无数修剑者 都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陷 可是都没有成功 用剑翘来弥补防御 不是没有人想过 而是效果非常的差 得不偿失 而韩天宇确实是一位奇才 在剑翘的使用上 招数上 都下了无数心血 领悟了许多别人无法想象的东西 所以当他展现出剑翘强大的防御力时 一下子震惊了所有人 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可是即使是韩天宇 做到了这个地步 龙臣依旧指出了 他的创新不过是个垃圾 而且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 龙臣说的没有错 龙臣之前的那一阵狂风暴雨的猛攻 不过是来来回回的几招 没有任何技巧可言 只是每一招都不留余地 明明满身都是破绽 可硬是逼得韩天宇节节败退 龙臣的破绽 韩天宇都看在眼里 他随手一击 都可以将龙臣击杀 可是在击杀龙臣的同时 他自己也必然死在龙臣的手中 而且龙臣的每一刀 都不留余力 绝对不会中途变招 这等于是一个无赖打法 逼韩天宇跟他同归于尽 可是韩天宇怎么可能跟他同归于尽 无耻地招数 韩天宇气得浑身发抖 龙臣就是一个无赖 让他精妙的招数 根本无法发挥威力 秀为到了他这个境界 很难有什么事情动摇他的道心 可是龙臣偏偏就是为了打击他的道心 之前龙臣以刀招 连续三击 将他逼得退后 那个时候在招数上 他已经败了一次 而爆发出实际的力量后 龙臣依旧在招数上顽客于他 他等于又败了一次 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 韩天宇之所以感 无视邪道强者 依然在正邪大战之前 要先前调龙臣 就是因为他有绝对的自信 去压制隐罗 韩天宇把这一次正邪大战 当成是自己最辉煌的舞台 尽情绽放他的光彩 而龙臣不过是这场辉煌大战前的开胃菜 可是龙臣死咬住他的剑术 是垃圾不放 而且通过两次激战 韩天宇发现 很多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这让韩天宇憋了一肚子的火 可是他不能发 如果他表现出自己的愤怒 那就等于承认自己自创的剑道 是有瑕疵的 哼 屠成口舌之力而已 一个残杀同道 卑鄙无耻的淫徒 也配谈见道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韩天宇冷笑道 哈哈 本来我就看不起你 现在我是越发的看不起你了 自己创出来的垃圾 被人拆穿 就搞人身攻击 你韩天宇也就这个德行了 有时候我真可怜你 整天挂着一个伪君子的面具 不累吗 龙臣哈哈一笑道 韩天宇大怒 他一向高高在上 什么时候被人家如此羞辱过 尤其是当着正邪两道强者的面 这让他杀意不停地生疼 韩天宇冷哼一声道 任由你巧舌如簧 也改变不了你是恶徒 洗刷不乱你犯下的罪行 现在的你 不过是垂死挣扎 掩饰你内心的恐惧 现在我就以天下正道的名义 结束你罪恶的一生 韩天宇一声冷喝 手挺长剑对住龙臣沙来 龙臣冷笑一声 怎么不敢 让我说下去了 怕我慢慢地揭穿 你这个伪君子 现在我真的更加地看不起你了 去死 韩天宇一声爆喝 陡然间身上浮现白色的雾气 恐怖的威压 一瞬间辐射开来 有人心头一领 旁扶心头被压了一座大山 呼吸都无法做到了 无不脸色大变 轰 龙臣没想到 韩天宇竟然一瞬间 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长刀抵挡之下 人犹如滚地葫芦般被震飞 扑 挫不及防之下 龙臣感觉胸口巨震 五张六腑 像是倒转了过来一般 一口鲜血喷出 什么 果然等人大吃一惊 这个逆转来到太突然了 刚才还势均力敌 龙臣竟然一招就被震飞 还受了伤 所有人一脸震撼地看向韩天宇 当看清楚韩天宇面目的时候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因为此时 韩天宇那英俊的脸上 浮现出九道纹路 密布了整个面孔 极为诡异 本来非常英俊的脸 如今浮现出九道诡异的纹路 一下子失去了英俊的气息 变得猙獰如鬼 此时的韩天宇气势冲天 周围的空间 因为他的气势 出现了不停地扭曲 整个人庞扶变得不珍视起来 尹罗 血无牙等人 不禁脸上浮现一抹震惊 这是一种从未听说过的战绩 竟然让他的力量 瞬间提升了数倍之多 这应该是九文暴气诀 想不到韩天宇 竟然学会了 郑文龙双目之中浮现一抹震惊 什么是九文暴气诀 很厉害 果然急忙问道 九文暴气诀 是一部天间秘迹 当运转暴气诀的时候 自身的灵气 会被压缩到极致 爆发出最少五倍以上的力量 郑文龙沉生道 五倍 花碧落不经花容失色 韩天宇自身的战力 已经强大到让人仰视了 一旦爆发出五倍以上的力量 还有谁能够致富它 或许 我们应该考虑出手了 不然龙尘受伤 我们的战力将会受损郑文龙道 郑文龙考虑得极为全面 龙尘已经展现出了 自己的强大实力 震慑了所有人 只要郑文龙 默念 花碧落等人出手 相信不会有人再敢为难他们 毕竟那边还有邪道强者 在那边虎视眈眈 郑道绝对不会这个时候 拼个你死我活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先移至对外 出了秘境 再解决恩怨 郑文龙把一切都看透了 所以他站过来 不过是壮壮声势 却能得到天大的人情 这就是他口中的惊人回报 默念也点点头 刚要有所动作 忽然过然道 你们太小看我老大了 你们还是老实看戏吧 怎么 郑文龙微微吃了一惊 我老大那是谁 他的底牌多的是 他之所以一直不暴露底牌 就是一点一点撕开 寒天宇这个白痴的真面目 这个混蛋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兄弟 老大岂能让他死得那么痛快 果然恨恨地道 郭兄 你可确定 这是马虎不得郑文龙严肃地道 我跟你却一万个定 老大绝对没事 如果老大有危险 我第一个冲上去 果然拍拍胸脯保证道 开什么玩笑 龙臣曾经说过 最少有五成把握 可以将寒天宇击杀 这猜哪到哪 默念忽然想起了什么 嘴角浮现一抹微笑道 我想起来了 龙臣确实没出全力呢 我们看住吧 郑文龙和花碧落 不禁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震撼 这个龙臣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要知道 他只是一个一精进小子 跟断古时机的爵士天才 寒天宇对上 能够保持不败 已经到达了 郑文龙预估的极限 郑文龙之所以冒险 站在龙臣这边 就是看中了龙臣 那恐怖的天赋 只要龙臣不死 绝对会如同会心一般崛起 光耀整个世界 他就想在龙臣需要的时候 送他一堆炭 当龙臣崛起之后 还给他的绝对不止一座森林 在郑文龙预估 龙臣与寒天宇激战 露出败相之时 众人一起出手 只要众人一插手 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大家说几句狠话 比如日后如何如何之类的 可是此时看到 郭燃和第108别院众人的表情 他好像觉得事情 正朝着他预计以外的地方狂奔 让他略微有些不安 忽然郑文龙微微一笑 不禁有些自嘲 难怪说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想那么多做什么 爱咋咋地吧 天宇师兄威武 杀了他 天宇师兄威武 杀了他 天宇师兄威武 杀了他 呐喊之声一波接一波 不过现在呐喊的 基本都是分院弟子了 而且只是其中一部分 大部分正道强者 都老老实实看住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狡辩都是浮云 现在你还想说什么 韩天宇一脸嘲讽地道 龙臣摇摇头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淡淡地道 你抢了我的台词 我经常说的是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阴谋都是浮云 这也是为什么 你们设计我 陷害我 我都懒得理会 全力提升自己的力量 不过有一点我没想到 我低估了你们的无耻 我没想到 你们会牵连到无辜的人 所以今天 你和英无双必须死 远处的英无双脸色大变 龙臣的声音 就像是一个恶魔的诅咒 他再也不想听到 嘶吼到 天宇哥哥 快杀了他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否则我们没法 向掌门交代 掌门说过 他必须死的 快杀了他 一时间正到这边 一片死寂 全部都面色古怪地 看向英无双 和韩天宇 第四百四十五章 龙针虎斗 英无双这个时候 才从恐惧之中 醒悟过来 可是看到那些人的眼神 他一下子傻了 他确实太害怕龙臣了 龙臣刚才的一句话 一下子触动了 他那个敏感的神经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迟了 这个蠢女人 韩天宇脸色发黑 恨不得打这个 白痴女人一个耳光 他这么一说 岂不是什么都暴露了 你胡说什么 韩天宇怒道 英无双 见那么多双鼻翼的眼睛 看住他 不惊又惊又乱 此时见韩天宇 对他怒吼 一下子变得疯狂起来 英无双大声道 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需要掩饰什么 装什么好人 你难道不想进我英家了吗 你难道还想去 杏花的那个贱人那边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些什么 我英无双 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你从我英家 得到了这么多好处 还想拍拍屁股走人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虽然杀龙臣的计划 是我制定的 可是你还不是 希望龙臣死 你还不是看中了 他的女人 还装什么谦谦君子 你那点花花肠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今天你必须 给我杀了龙臣 否则你不光 进不了我英家 我还会禀明足理 将你们韩家 斩尽杀绝 我英无双 说得出就做得到 此时的英无双 就像一个泼妇一般 指着韩天宇 破口大骂 现场虚声一片 人们看看英无双 又看看脸色黑的 跟锅底一样的 韩天宇 一时间 谁也说不出话来 就连龙臣都一愣 原本他正想一点一点 揭开 韩天宇的真面目 让所有人认清 韩天宇的嘴脸 这也是帮花碧落一个忙 花碧落最希望的 就是让韩天宇 身败名裂 这个壮举 竟然让英无双 给搞定了 此时的英无双 已经豁出去了 他此时又急又怕 只要龙臣不死 他就感到恐惧 无人能够理解 他的恐惧 而见韩天宇 为了保持形象 一直跟龙车 不温不火 始终不肯拿出 权力击杀龙臣 终于爆发了 他的怒火 而且他对 韩天宇的花心 忍耐也到了一个极限 挤住眼前的情况 他前翠撕破了脸皮 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韩天宇之所以强大 跟英家多年前的 暗中培养 是分不开的 韩天宇就像是 英家培养的种子 当这颗种子 快要成熟的时候 会让英无双 带回去家族 这是一个政治手段 也是远古世家的 一种内部较量 如今韩天宇 终于开始 绽放他的光芒了 花碧落的出现 竟然让这颗种子 动摇了 这让英无双 极为恼怒 此时心愿就恨 都爆发了 张扬 李畅你们两个 是死人吗 你们无双师姐 惊恐过度 开始胡言乱语了 你们还不把他 保护起来 韩天宇 向第一别院的 两个强者怒吼道 那两个强者 急忙跑出来 把英无双拉走 英无双 此时发泄过了 心神略微 恢复过来一丝 没有再反抗 就那么被拉到一旁 龙臣 你这个混蛋 去死吧 此时 韩天宇也是一肚子的火 却没地方洒 看住眼前的龙臣 就像是看到了 杀父仇人一般 唬吼一声 对住龙臣冲来 常见向天一指 巨大的剑影冲天而起 整个天地一动 一道剑光吞噴射了天穹 令乾坤颤动 直奔龙臣斩落 那一剑之威 竟然让所有人的心 都提到嗓子眼了 那一剑的力量 凝聚到了一个空前的状态 将整个天空都要切开了 这是韩天宇的全力一击 要一剑将龙臣斩杀 不给龙臣任何机会 轰 一剑斩落 大地崩碎 气浪滚滚 如同怒火狂掏 即使是绝世强者 也都脸色大变 纷纷向后击退 恐怖的气浪 将方圆数百里的战场崩碎 泥土如同海浪 将四周淹没 无数人从泥土之中钻出 什么 所有人出来后 第一时间看向战场中心 在那里一个男子 手持血色长刀 背后顶住一道百丈高的光环 犹如天神将士 恐怖的气量 正以他为中心 不停地冲刷整个天地 空间因为他的力量 在不停地扭曲 远远望去 庞扶他就在水墓之中一般 显得那么不真实 龙臣 所有人心头一颤 那个人正是龙臣 在神环的加持下 整个天地 庞扶都容不下他一般 充满了 屁腻万古的气势 看到没 这才是老大的全胜状态 之前只不过是热身而已 呸 郭燃一脸傲然地道 不过说着说着 就感觉不舒服 把嘴里的泥土吐了出来 此时正闻龙 花碧落已经听不到 郭燃的话了 望着那个被神环加持的背影 一脸地呆滞 在场这么多人 除了少数几个 见过龙臣 施展过神环的人之外 几乎没人不惊骇的 长刀如血 神环如笑 此时的龙臣 就是一个扛着 嗜血之刃的魔神 令九天站立 龙臣的这个形象 深深地刻入了 所有人的脑海中 一辈子也无法忘记 事到如今 已经不需要任何的铺垫了 你这个伪君子的面具 既然被别人撕下来了 那么我就不需要 再费那个力气 现在还我兄弟命来 龙臣一声怒吼 陡然间举住血色长刀 向寒天羽杀来 龙臣手中的血色长刀 爆发出一阵血色光芒 宛若一头嗜血的凶兽觉醒 先天之兵 感受到了龙臣手中血色长刀的气息 寒天羽脸色一变 他没想到龙臣手中的兵器 竟然是一件先天之兵 而他手中的长剑 虽然是阴家送他的宝贝 材质极为珍贵 可是还达不到先天之兵的级别 因为先天之兵太珍贵了 就算是阴家 也不舍得随便送 有神兵力气又如何 你还是难逃一死 寒天羽心中充满了度议 手中长剑对中龙臣狠狠斩落 轰 又是一声暴响 可这次是龙臣主攻 寒天羽被龙臣的一刀震退 凝聚出玉恒星后 第一次全力施展出了自己的力量 寒天羽感觉自己的长剑 被一座大山给砸中 虎口竟然裂开了 人不停地倒退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寒天羽不禁大后 他身为爵士强者 境界比龙臣高了整整一阶 又祭练了十根骨头 十力强到足以横扫铜街 这是他最大的依仗 所以他根本就没把尹罗等人放在眼里 依旧在大战前 要将龙臣击杀 可是此时的龙臣就像是一个怪物 他每次提升力量 龙臣的力量就会跟住提升 每次都会压制他一头 这让他有些疯狂了 疯狂的同时 他第一次生出了一种不安 这种不安之中夹杂住一种恐惧 他第一次生出恐惧之心 而且还是一个比他境界上 低了一大截的小子 这让他又惊又怒 给我去死 寒天羽怒吼连连 竟然学龙臣一样 改成双手握剑 长剑竟然当刀使 全力斩劈 这是乾驴技穷了 果然不禁发出一声冷笑 所有人都不禁一脸愕然 他手中的只是普通长剑 对住寒天羽的软肋点去 招数之怪 角度之雕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是 寒天羽没想到龙臣会忽然变招 躲闪不及之下 差点被龙臣一刀刺穿 不过还算他战斗经验够丰富 那尾毒心术不是白练的 第一时间做出了正确的躲避方式 可就算如此 寒天羽的长袍被龙臣的刀尖撕开 并在他的肋边 划出了一道口子 鲜血缓缓滴落 寒天羽看住伤口缓缓流出的鲜血 脸上的愤怒之色渐渐消失 刚才的一击 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龙臣的一刀之上 附带着狂暴的力量 如果被刺中 那股力量会立刻引爆 他的身体第一时间就会崩碎 疼痛让他清醒了过来 寒天羽双目紧紧盯住 陡然间 浑身发光 整个人竟然如同太阳一般 绽放着光芒 寒谷护体 寒天羽竟然开启了寒谷护体 他哪来的那么多能量 默念等人不禁大吃一惊 所谓的寒谷护体 是达到了四级炼镜以上强者 平时修炼时 可以把灵气存储在寒谷的骨骼之中 等于除了丹田之外 有了另外一个存储器 而寒谷之中存储的灵气 会经过寒谷的压缩 比丹田内存储的灵气 要凝食十倍以上 这是寒谷镜强者 最后的底牌 所有寒谷镜强者都知道 可是想要在寒谷之中 存储灵气 需要消耗极为漫长的时间 默念等人全力修行 才计练八根骨骼 根本没有时间去存储灵气 他们惊骇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寒天宇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让他这么快祭谷 又有充裕的时间去存储灵气 一定跟阴家有关 好像阴家有一种祭谷塑成的秘法 可以让祭谷镜强者修行起来 事半功倍 花壁落忽然到 因为他想起了阴无双 虽然阴无双依旧是二级 而且境界没有一点增长 那是因为心魔所顾 而寒天宇没有心魔 龙晨 别张狂 最后死的依然是你 寒天宇脸上浮现一抹狠力 手中长剑缓缓举起 忽然间虚空之中浮现出了漫天的飞雪 第446章天阶战计 飞雪漫天 可实际上那并非真正的飞雪 而是以灵气凝聚成的雪花 在不停地浮动 与此同时 周围的空间不停地抖动 庞扶空间要崩开一般 所有人骇然变色 天阶战计 不是说天阶战计 只有通迈进强者才能掌控的吗 人们心生疑惑 可是只有天阶战计 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令虚空抖动 龙晨第一时间生出了感应 他被一股庞大的气机给锁定了 那股气机 让他头皮发麻 生出了极大的威胁感 龙晨 你知道吗 我这一招本来是留给影罗的 我一直想试试他的先天之力 到底有多强 能够死在这一招之下 那是你的荣幸 是不是绝望了 后悔了 晚了 韩天宇脸上浮现出无尽的恨意 这个龙晨败坏了他的名声 今天令他颜面扫地 对龙晨 他已经恨到了骨头里 随着韩天宇的话音落下 围绕着他周围 覆盖了方圆千丈的漫天飞雪 急速向他的长剑汇聚 嗡 随着那些雪花 犹如百川会海一般 融入长剑之中 长剑陡然间发出一声轰鸣 一股恐怖的剑意 升腾而起 令大地开始不停地抖动 默念脸色一变 手中多出了一把 骨彩斑斓鹅的长弓 就要出手 因为他感觉到了 这一招太恐怖了 龙晨再强大 可是境界太低了 在这方面吃亏太大 他担心龙晨接不住 就连花碧落也取出了长剑 郑文龙手中多了一把长枪 都准备要冲出去帮忙 你们别助急 老大应付得来 果然阻止了他们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龙晨 果然他的话音刚落 龙晨也缓缓举起了自己的长刀 龙晨并没有看向韩天语 而是盯着他手中的长刀 难难得道 这是我们第一次并肩作战 你们饮血 今天就让你饮血之名 重现时间吧 嗡 血色长刀 好像听到了龙晨的呼唤一般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在龙晨的手中不停地抖动 一股滔天战役 直破天穷 龙晨立刻跟他生出一种 心神相连的感觉 陡然间风俯星与玉恒星全力运转 一股庞大的力量 沿住九个翘穴 灌入血色长刀之中 可是龙晨发现 他体内那浩瀚如海的灵气 进入翘穴之后 发生了跟以往完全不同的变化 原本那些翘穴 就像是吃不饱的魔兽 龙晨的力量不足以激活他们 而如今这些饥饿了许久的翘穴 终于被喂饱了 当龙晨的灵气 沿住九个翘穴 注入长刀之中后 第一个翘穴 陡然一阵 将翘穴内的全部力量 送入第二个翘穴 不过当第一个翘穴的灵气 进入第二个翘穴的时候 陡然间力量增加了一倍 这是龙晨以前从未遇到过的 以前龙晨施展的时候 灵气会如长江蝶浪一般 将灵气灌入武器之中 而现在却在龙晨完成第一次灌注之后 九个翘穴竟然自己又叠加了一遍 而且每经过一个翘穴叠加后 灵气的力量就会翻一倍 这个发现让龙晨又惊又喜 经过九次叠加之后 龙晨手中的血色长刀 微微一颤 然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彭腐一丝声音都没有了 所有人都感觉不到龙晨的变化 外面的人看来 龙晨的那一刀没有任何的变化 可是一直在远处观战的囚然大汉 却脸色大变 双目之中全是震惊之色 他怎么会这一招 此时寒天宇的长剑 已经融合了所有雪花 手中的长剑射出一道长长的剑芒 双手向前一推 长长的剑芒 切开了天地 对住龙晨斩落 万雪飞双斩 龙晨手中的长刀一阵 陡然间一道刀影暴射而出 血色的光芒 犹如神魔之血 凄厉而恐怖 迎向了寒天宇的意见 可是让人们惊讶的是 刀影与剑气相撞的一瞬间 没有任何声音发出 只见一道白色的剑气 和红色的刀影缓缓融合 不好 快退 不知道是谁大河一声 带着众人向外急速奔逃 轰 陡然间响起一股恐怖的爆破声 彭腐整个天地都被崩碎了 恐怖的波纹向周围急速扩散 扑扑扑 一些距离较近的弟子 根本来不及逃走 直接被波纹覆盖 身体瞬间爆碎 就连至尊级强者都挡不住 眼见波纹就要吞噬到这边 默念 花碧落 郑文龙等人不经大害 这些波纹虽然他们可以挡得住 可是他们身边的人 就要全部被镇成飞灰了 天地囚龙 就在三人准备拼命抵挡 能够就多少算多少的时候 一声交斥传来 陡然间大地之内 浮现出重重木柱 将众人重重包裹起来 砰砰砰 木屑崩碎 楚遥召唤出的 那方圆打百仗的巨大木盾 第一时间崩碎 因为面积太大 严重影响了木盾的牢固度 不过楚遥早就知道 面积太过巨大 兽力面积大 一道木盾肯定撑不住 他一瞬间召唤出了三道防御 前两道都被恐怖的波纹接连摧毁 而第三道竟然在摇摇欲坠之中 终于坚持住了 不过就算是坚持住了 那巨大的木盾 也变得千疮百孔 到处都是窟窿 残破至极 撑住之余 楚遥赶忙撤去木柱 向战场之中望去 只见整个战场已经变形 两界山都已经崩碎 周围一片狼藉 而正邪两道弟子都损失惨重 因为刚才那一击覆盖的范围太大 距离得太近了 就算是至尊级强者 都要雨落 刚才那一击 遭持于支央的正邪强者 不下于万人 观光有风险 看热闹虚谨慎 果然是一句治理名言 一下子有那么多强者 就因为看热闹 把命看没了 轰轰 两声暴响 战场中心的泥土爆开 两个身影浮现在众人面前 让所有人惊骇欲绝 他们还是人嘛 那两人正是龙晨与韩天宇 此时二人都疯狂地喘息住 尤其韩天宇身前血迹斑斑 面容苍白 显然刚才那一击受了重伤 只是人们发现 韩天宇手中 那把长剑消失了 手中只留下一截剑柄 显然他的长剑崩碎了 而龙晨那边 除了头发有些凌乱 身上沾满了灰尘 略微有些狼狈外 并没有明显的伤痕 所有人都心头战力 刚才的遗击 光于波就灭杀了无数强者 而他们身在战场核心 竟然活下来了 而且看龙晨的样子 好像活得还挺滋润 这简直没天理了 这韩天宇不愧是绝世强者 太强悍了 而龙晨不用说了 他简直就是怪物 我这回买卖赚大了 郑文龙不禁感叹道 郑文龙也同样是绝世强者 虽然他是商人 但是商人同样需要强大的力量 去保护自己商品的安全 否则商人只能任人宰割 郑文龙虽然年龄比众人大几岁 为人稳重 不过骨子里的傲气并没有削减 本来这次正邪大战 他也准备大战一场 与群雄争锋 给华云宗争一回光 之前他也有跟韩天宇较量一番的打算 可是见到韩天宇 竟然打倒了实际之后 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有自知之明 可是如今战场上的变化 太过吓人了 实际不过是一个开始 韩天宇连续爆出了那么多底牌 依旧被龙晨压着打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而即使使出了震惊全场的天阶战绩 依旧无法战胜龙晨 既然还受了伤 要知道天阶战绩 这里可没有人能够掌握啊 之前韩天宇说 他那一招是留给影罗的 应该就是针对影罗的先天之力 没想到被龙晨给破了 结束吧 我厌倦了这样的战斗方式 韩天宇忽然深吸了一口气 陡然间手中多出了一个白色头骨 那的头骨不大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老鼠的头骨 色泽如玉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可是那的头骨上 却带着一道纹路 看到那的纹路 不少强者金角出生 先天魔兽的金骨 魔兽到达先天境之后 金盒会消失 融入骨骼之中 同时诞生出骨纹 而这道骨纹里 蕴含着它毕生的能量 和最强大的技能 魔兽进入先天境之后 骨骼比钢铁更加坚韧 没有外物侵蚀的话 可永久保存 而韩天宇手中的 那枚小小的骨骼 就是一枚先天境魔兽的金骨 之所以叫金骨 是因为金盒与骨骼相融合了 因为只有在场的制强者们 才知道金骨是什么 那可是至宝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同时人们终于恍然大悟 之前传闻韩天宇得到了 一个了不得的宝贝 正在祭练 一定是指这块金骨了 要知道金骨 已经等于一件先天之兵了 而且比先天之兵更加珍贵 因为它不需要达到先天境 就可以激发金骨的能量 只不过激发金骨能量的大小 决定了攻击的力度 如果是先天境强者去激发 那么金骨发出的攻击 有可能秒杀先天境强者 呼 韩天宇脸上浮现无尽的杀意 手中的金骨脱离了他的手掌 飞上半空 那头骨瞬间放大 竟然有百丈大小 散发着恐怖的威亚 两个空洞的眼洞对住龙尘 就像是死神的凝视 即使是远处的人 都感觉阵阵头皮发麻 去死吧 韩天宇大喝一声 眉心处陡然裂开 一滴鲜血缓缓飞出 滴落在那金骨之上 那金骨上的纹路陡然间亮起 整个金骨好像复活了一般 一股强大的气息 又一次锁定了龙尘 问 一道红色的光芒刺穿了虚空 犹如一道闪电 对住龙尘击舍而去 第447章金骨VS龙灵 在那道红色光芒出现的一刻 在场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感觉到头皮发麻 心头站立 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龙尘感觉自己被 洪荒猛兽给盯上了 骨子里一阵发寒 一股浓郁的死亡气息 涌上了心头 就在那光芒浮现的一瞬间 龙尘几乎本能地 身形移动 人向旁边一闪 龙尘的动作 等于是做了预判 提前付出了行动 那道光芒与龙尘的身体擦肩而过 轰 大地暴响 那道光芒宛若利刃 切入软泥之中一般 光芒过后 大地之上被切出了一道 深不见底的大钩 一直蔓延到远方 望不到尽头 四 在场的所有人 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样的攻击 已经超出了众人的想象 在那种攻击面前 就算是绝世强者 也要被一击震成击粉 无法抵挡 人们惊骇地看住 那飘在空中 如同小山一般大小的筋骨 又看看傲然而立的 韩天宇 无不心头震颤 韩天宇太变态了 实力强大 底牌层出不穷 一个比一个惊人 这个筋骨一出 谁能够抵挡 这个韩天宇无敌了 他炼化了筋骨 可以发动筋骨的力量 那力量甚至可以秒杀 通脉境强者 龙尘今日必死无疑 可惜了有人不禁叹息 龙尘和韩天宇 同为正道的巅峰强者 乃是不是出的天骄 却是同水火 无法合力征战邪道 否则邪道很有可能 会全军覆没 不少人的眼睛看向远处 一脸咬牙切齿的阴无双 心中生出无限的鄙夷 明明都是正道强者 大敌当前 不想着怎么对付敌人 却想着谋害自己的同道 这样的人 才是害群之马 之前龙争虎斗 气势撼动天穷 可是此时筋骨一出 一切都结束了 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龙尘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寒天羽的机缘太逆天了 既然得到了先天境魔兽筋骨 注定了结局 我们一起出手吧 第一时间击杀寒天羽 不允许他发动筋骨一击 这是唯一能救下龙尘的方法 郑文龙脸上凝重的道 没用的 这个距离太远了 我们杀过去之前 他有足够的时间发动攻击 默念摇摇头道 忽然有些肉痛的道 看来又到了我默念出手的时刻了 也罢 就是主通常都是最关键的时刻出现的 默念的手中多出了一只箭矢 那只箭矢通体乌黑 宛如黑铁 可是众人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只骨头打造成的骨剑 骨剑之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黑色纹路 本来骨剑就是黑色的 所以那些纹路非常的不起眼 如果不是仔细看 根本看不到那些纹路 那只骨剑一亮相 郑文龙等人顿时感觉呼吸不畅 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 从那骨剑之中发出 表面上感觉不到什么 可是他们敏锐的灵爵告诉他们 这只骨剑非常的恐怖 就在默念准备偷偷出手的时候 龙尘看住前方的巨大筋骨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这就是你的最终底牌 在秘境之中得到的宝贝 不错 真的很不错 我越来越看不懂这天道了 老天爷难道是瞎了眼了吗 让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竟然得到了这种宝贝 龙尘的这句话一说 所有人脸色一变 修行者靠天地灵气修行 感悟天道 顺应天意 龙尘竟然感受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这是公然逆天啊 修行者越是强大 越对天道感到敬畏 这个世界上敢公然诅咒天道的人 龙尘恐怕是第一个 哈哈哈哈 绝望了 知道自己今日必死 在临死前放出豪言壮语 也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 龙尘 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韩天宇不禁哈哈大笑道 能够把龙尘逼到绝望的地步 这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绝望 我好像还没遇到过这种境地吧 或许以后会有 但是像你这种卑鄙的白痴 就算是在修行一万年 也无法做到龙尘摇摇头冷笑道 默念等人微微一愣 龙尘到了这个时候 依旧面色从容 眼神平静 好像没有任何害怕的样子 果然 龙尘还有底牌吗 郑文龙有些凝重地问道 似乎 庞扶 好像 可能 大概没有了吧 果然有些吃不准的道 草 都什么时候了 你呀还弄这么多形容词干屁啊 你倒是给个准屁啊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 如果龙尘自己可以接下 我可不舍得浪费默念道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啊 老大那个人从来不险山不露水的 谁也不知道他的敌儿啊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我老大不管有没有底牌了 韩天宇都杀不了他 这是他亲口说的 郭燃道 他怎么说的 默念问道 老大说过 他有九成把握保持不败 也就是跟韩天宇战成平手 五成把握击败他 两成把握可以击杀他 却从未提及会被韩天宇击杀 我老大英雄无敌 生平从未说过一句空话 所以你们就放心吧 我老大自有办法 固然非常自信地道 固然的话 让孟奇等人不禁放心了不守 孟奇对龙尘的实力了解得最少 战斗开始之际 一直提心吊胆 都是唐婉儿和楚遥在一直安慰他 默念听固然这么一说 想了想 好像龙尘确实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 而且这家伙一肚子的坏水 怎么看 也不像是能轻易挂掉的人 最终还是把那只古剑收了起来 才不露白 这是千古不移的真理 郑文龙则一阵苦笑 龙尘简直就是一个妖孽 这次他必须承认 自己的眼光出了偏差 龙尘的强大 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估 不过郑文龙也暗暗欣喜 龙尘越强大 跟龙尘建立了这样的友谊 对于他和他的一众兄弟们来说 那是天大的好事 众人放下了担心 继续向战场中看去 韩天宇一脸嘲讽地看住龙尘道 你可能不知道吧 你之所以能够躲开刚才的一击 那是我故意的 我并没有让筋骨的攻击锁定你 就是给你留一线希望 就那么杀了你太可惜了 毕竟你是我韩天宇的对手 你有资格享受临死前的绝望 我给你点时间 跟你的朋友告别吧 因为下一个时刻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韩天宇说完之后 只见龙尘就那么淡淡地看住他 跟他想象中 那种愤怒和绝望 完全不一样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那是我对你的恩典 你要珍惜韩天宇冷亨道 龙尘冷冷地看住韩天宇道 我受够了你那一成不变的装逼方式 而且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看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装逼技术不过硬 会把自己装成傻逼 两人的回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不经意呆 这还是两个爵士强者吗 怎么说话都如此粗鄙 什么叫装逼 我怎么听不懂孟奇一脸茫然的道 楚遥等人也不解 看向郭然等人 希望郭然给一个解释 嗨嗨 这个 这个词我只知道是一个形容副词 我在文学方面 造诣很差 墨念大哥出身名门世家 想必一定知道 郭然直接把包袱扔给了墨念 墨念脸一下就黑了 真不愧是龙晨的手下 龙晨的那点坏水 一点没糟蹋 都被流传下来了 他堂堂绝世高手 身为墨门的少门主 怎么能够解释这么促闭的词语 但是见孟奇等人一脸天真的看住他 默念恨不得把郭然掐死 见过坑人的 没特么见过这么坑人的 郭兄抬举小弟了 小弟一生修行 除了闭关 就是在外面杀戮 这个词语 小弟还是第一次听到 虽然我解释不了 不过你们也不要灰心 墨念说到这里 向郑文龙看了一眼 郑文龙顿时觉得不妙 果然墨念继续道 郭兄身为伤人 行走天下 财思敏捷 博古通经 便是天下至宝 一定知道装逼到底是什么意思 墨念身后的那些墨门弟子 都一脸古怪地看住他们 墨门弟子确实有一小部分人 不知道这两个字意味住什么 而华云阁的弟子 都是博学多才之人 三教九流无所不通 白灵不禁脸色通红 郑文龙不禁心中暗骂 这两个小子不是东西 到了他这边 他根本没地方推了 总不能往花碧落身上推啊 况且花碧落也是一脸茫然地看住他 显然他也不明白 这句世俗界流传的粗俗话语 虽然他是商人 也厚不下来脸皮 硬往他身上推 正当不知所措之际 陡然间眼睛一亮到 龙尘出手了 只见龙尘此时面容冷峻 右手缓缓向前一伸 手中多了一片巴掌大小的青色鳞片 龙尘这个举动 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去 全部都盯着那块鳞片 那青色鳞片 没有释放出半点威压 就像是一块普通的大鱼鳞 唯独有些特殊的地方 就是鳞片的一段 呈现出一道弯月形状的白色图案 看到那个鳞片 寒天宇心头一紧 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四 陡然间又是一滴霉心之血飞出 滴在筋骨之上 一股恐怖的威压 将龙尘牢牢锁定 同时一道红色光芒 对住龙尘射来 龙尘脸上浮现一抹冷笑 手中的鳞片 陡然间绽放出万丈光芒 游如金屋县市 直奔红色光芒撞去